今天是一个录制 我刚才讲的所有东西 没有一句话能播 所以我在这里要重新看一个场 大家好 我是略琴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社交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社交很难 你是个人他就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我有个朋友叫腊木养子 你知道我们参加一个节目叫桃花屋 到那之后他就跟我说略琴 我社恐还好有你在 我说没事妹妹你放心 我社交能力还行 当时你就跟着我 然后大家晚上我们开party 他哗嚓把衣服一脱 穿个抹胸就上了 拉着郭麒麟跳舞啊 我当时坐在下面 我像个傻子一样 我都麻了 你说他没得社恐之前得啥样 我说姐你社恐得于社的社呀 你对社看着你是挺恐慌的 我妈还劝我说你跟人家拉木养子学一学 我说我学了 我学了 她说你学啥了 我说我学到了 不要相信你刚认识的朋友 我就不行 我就没办法跟人面对面交流 因为我今天紧张 就是因为我得直视你们的眼睛 我平时跟我室友合作 我俩的沟通方式就是发微信 我俩都躺在各自的房间里 敲门光光光敲老长时间了 没有人开门 这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 我室友问我 你听见敲门声 我能想象到一个场景 就有一天我家着火了 我收到一条微信 你的室友拍了拍你说 快跑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社交软件 因为它有效避免了社交 但是使用社交软件交流 有的时候很不靠谱 你知道你经常在社交软件上 能认识那种身家好几个亿的高富帅 你俩刚认识没几天 他又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 银行卡密码忘了 资产冻结了 这辈子能不能翻盘 就看你能不能借他两千块钱了 我遇见好几回了 后来都有点愧疚了 我又是不是我磕他了 后来我知道这种事情 有这叫做杀猪盘 我觉得杀猪盘这个词特别让人难过 你不仅骗我的钱 还要对我进行身材修 所以我很不相信线上社交 然后我也就尝试线下社交 我很多朋友就邀请我跟他们去喝酒 我真觉得跟朋友喝酒很没意思 但我意识到为什么大家喜欢喝酒 因为喝完酒之后所有人智商都下降了 气氛就会显得特别融洽 你根本分不清他对你说的话是不是假的 他对你的感情是不是假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幸运 就是如果你第二天脑袋疼 至少你可以知道你前一天喝的酒是假的 还有一种方式 社交方式它需要你绝对的清醒 就是刚才很多人都提到的剧本啥 剧本啥这我觉得特别荒诞 一群人啊 陌生人坐那儿 平时手机个哪都找不着 觉得自己能找着凶手 妈呀 坐那儿还推理呢 四五个小时 推啥就坐那儿喝奶茶吃炸串了 最后没招了 说就选那个醉不顺眼那个 这件事情啊 但是很有教育意义 它告诉我们 遇到问题还是要找警察 你相信人民警察 不要相信你刚认识的朋友 我有时候会想 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社交这件事情 根据我科学的分析 我想到了啊 下面这段话非常严肃 我想到 我觉得可能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 以前咱笑啥呢 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有啥过节 达尔文辜负你了 以前咱们的祖先啊 这音响才有声啊 我跟你讲了什么 刚才你们为什么笑 给你们多少钱呢 我的天 以前咱们的祖先啊 就自己摘树叶摘果子吃 各忙各的 对吧 突然有一天 一个祖先 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想吃肉 看那猛马象呢 挺大 肉多 咱们把它整死 然后他就找了一堆人 一起把那猛马象整死吃了 然后他们觉得 哎 大家还是要长剧 约饭 生活过得好 就形成了社交 但还有一些祖先呢 他们就不愿意参与这种事 那猛马象多大呀 多吓人呢 我自己摘果子吃不一样吗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的基因也流传下来 就形成了社交恐惧症 所以我觉得啊 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社交 可能怕的不是交朋友 而是猛马象 谢谢大家玩烈情 谢谢大家